完美挥击 梁敬昆用实际行动在美国的土地上捍卫了国家尊严 他是真正的英雄 分享体谈热点 感受体育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 重甘体育 本期继续跟他聊聊关于乒乓球访问的话题 目前第五十六季军军赛即将迎来终极决战 五个项目中已经决出了混双项目的冠军 由中国的孙颖沙 王主新组合获得 而其他四个项目的冠军即将在北京时间10月30日揭晓答案 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 而且举办力还在美国 所以说中国冰写主席刘国梁促成了中美混双组合参加本届试语赛 而林高远和张安这对中美混双组合杀进了最终的四强 这也是自1959年62年以来 首位由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杀进试语赛四强 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 而就是在这样的大幅度下 可以说赛场上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这其中中国球员梁静坤在赛场上比赛的时候 就遭遇到两次语言性侮辱 梁静坤在本届试语赛上参加两个单线的比赛 分别是南双和南丹 而且这两个项目均杀入到了四强 整体表现算是非常不错 尤其是在南丹比赛中 虽然在29日所举行的南丹败赛中 以1比4不敌队友凡振东无缘决赛 但是在此前四场外战上保持全胜 而这其中四场外战有三场外战苦战棋局 可以说梁静坤在市民赛的舞台上 完全展现出了中国冰冠球员员所应有的 完全拼摸的精神 三场4比3的比赛分别是 在南丹第二轮以4比3战胜德国华裔选手秋档 之后在南丹8分之1决赛中 以4比3战胜英国选手皮谢福德晋级南丹八强 最后在南丹4分之1决赛中 在大比分0比3落后8一球员余果的情况下 连班四局上演惊天大力转 强势晋级了四强 而梁静坤在比赛中 受到现场观众语言侮辱的两场比赛 分别是在南丹8分之1决赛 对阵英国选手皮谢福德 以及在南丹4分之1决赛 对阵8期球员余果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当时在南丹8分之1决赛中 梁静坤对阵英国选手皮谢福德 在比赛这些时间 英国选手皮谢福德 吃了一根香蕉来补充体力 而现场观众便给予了梁静坤 Yellow banana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话语 而在四分之1决赛 对阵8期球员余果的时候 当时梁静坤0比3落后 此时现场观众又是喊出了同样的语言 然而梁静坤两次都用比赛的胜利 来给予了很好的挥击 尤其是在四分之1决赛 对阵8期球员余果的时候 当时梁静坤0比3落后 也许此时所有人都不会认为 梁静坤能够反败文胜 而梁静坤在听到这种 侮辱性语言的时候 可以说更加激发了自己的斗志 在招的比赛中 梁静坤沉着冷静 随即连班四局 上演了惊天大内转 至此以大比分4比3 淘汰了8期球员余果 强势晋级男单四强 而在获胜之后 梁静坤仰天长笑 而且一个举动 可以说是完美的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那就是梁静坤在现场亲吻了 自己球衣上的国旗 可以说这个举动 完美的回击了 现场观众对其的语言性侮辱 而梁静坤在美国的土地上 用运动员质地友商的胜利 来回击质疑他的人 并且用真正的实际行动 捍卫了国家尊严 所以说梁静坤是真正的英雄 而在30日决出的四项冠军中 中国有希望获得其中的三项冠军 而我们也希望国民的语言 能用冠军来回击那些侮辱我们的人 而在梁静坤遭受现场观众 语言性侮辱之后 中国兵协也是向国际拼联进行投诉 并且得到了国际拼联第一时间的回复 国际拼联首席执行官单队也明确表示 如果在比赛中再有类似的言论出现 那么会将当事者立即清除出场 而我们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如果还会发生 那么梁静坤的表现 就是我们要给出的答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观众更多体谈热点新闻 请锁定重谈抵御 喜欢小球的视频 点赞 转发 向观众友 拜拜